第一个假设你们要使用那个枢纽分析表 其实有个简单的概念 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你要做哪个资料的统计分析 那你就产生那个栏位就可以了 那特别注意年次跟生日是不相等的 因为生日比如说有日期年月日 那年月日的话 其实它是至少会有三个类型的资料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分开来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统计的是年 那你又要把年拿出来 如果你要统计的是月 那你就要把月拿出来 那如果你要是日的话 当然就把日取出来 这个可能要特别的注意 你不能说这个日期 这个全部都混在 当然如果你把它丢给数据分析 它可能会帮你分 但问题分出来结果并不如你想象的 而且相对会比较复杂 我是建议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干脆呢 就直接先取得那一个栏位 然后再做统计分析会简单一些 OK也比较不会有一些额外的问题发生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先把年次取出来 年次的话当然你可以插入函数 这个时候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那个 这个日期时间函数里面的 这个义尔函数 因为我要取得是年嘛 顾名是义尔 义尔的话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再取得什么 取得它这个资料里面的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料里面 当然包含年月之后 那我只要年就1981就出来了 再来的话我要民国就是减掉1911 然后把它打勾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产生我要的这个年次 但是呢有的时候 这个日期格式其实这个很麻烦 它如果侦测到里面 可能有日期成分在里面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做什么呢 做那个格式 格式的话自动帮你转成日期格式 所以你会发现奇怪明明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70年次嘛 那70怎么变成这样 OK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以为你是日期嘛 所以它就帮你格式化整日期 那怎么把它恢复 但也蛮简单 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然后呢 把那个日期的部分 把它转回原来的通用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格式部分就可以得到解决 按确定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有的时候这个 Esser太敏感了 它以为你这个日期 所以它太自动 自动帮你加一个格式上去 那这样就出错了 所以按确定 把它恢复回来 那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我怎么知道 这个70 到底是70的文字 还是70的数字 这一点其实还蛮重要 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强调 文字跟数字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 如果你在做一个逻辑判断的时候 那就会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 像我的习惯我会判断 如果假设这个资料是靠右对齐的话 那它一定是数字 如果说它靠左对齐的话 那它一定是文字 所以特别至于你可以看一下 靠左或靠右对齐 来判断说 这个资料是文字资料呢 还是数字资料 那接下来我们向下填满 那我就可以产生这个栏位 那如果有这个栏位之后的话 再来就很简单的 如果我希望呢 可以把刚刚的统计图表给绘制出来的话 那第一步呢 我就已经有这个资料了 再来第二步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第二步的话你要确定说 你的资料是有正规化的 那什么叫正规化 理论上我们的第一列 通常会是栏位名称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的资料不在第一列的话 我是建议你就要把它正规化 也就是上面如果有不需要的资料 或者是说它第一列 可能你的栏名呢 它是Y7扭8的 或者是说里面有所谓的合并储存格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要把它拿掉 因为如果没有拿掉 很抱歉 枢纽分析表就是会出错 所以枢纽分析表你只要知道它的特性 你按照它的特性给它的资料 那其实就马上帮你把统计图表给绘制出来了 我是觉得倒也没有那么复杂 反正第一个你给它需要的栏位 第二个资料正规 把一二列选取来把它按右键删除掉 然后把反正第一列呢 就是要栏位名称就对了 通常是这样子 然后也不要跨栏至中 跨栏 比如说这边我们会使用到跨栏至中 合并储存格 那个都不要做 反正就把它恢复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可以很简单的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它会选这个范围 没错 A1到I的101 然后呢 再来呢 我们就把什么呢 把那个年次拖拉到列 再把年次拖拉到值 那意思我主要是要统计一下 就是有关年次有几个人 可是问题有几个人不对啊 他怎么会显示出 他不是几个人 而是他的年次帮你加重 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年次里面的资料 假如是数字的话 只要拖拉到值 他就自动会帮你把它当成是数字加重 所以如果你要算数量的话 只要在右边有个箭头 向下箭头点一下 然后选择值的栏位设定 把它改成技术就可以了 按确定 那数量就出现了 那数量出现之后的话 那如果说我要把5年级升放1级 6年级升放1级 7年级升放1级 那这个怎么办 你可以按右键 在哪边按右键呢 在A5或者A5以下都可以按右键 它会出现有一个叫群组功能 组成群组 然后呢我的逻辑是这样 我从开始是5年级升 50开始到59一个group 然后结束的话应该到79 那每间隔10个 因为50到59刚好10个 10年 然后60到69又10年 70到79又10年 所以基本上会有三个群组 所以得到的结果就会像这样 那我们年次部分就把它做出来 接下来的话 如果假设我希望把它绘制成图表 视觉化它 因为其实它理论上看数字不困难 可是其实还是没有看图表来的亲切 所以最后的话 你可以再到枢纽分析表上方 这边有个枢纽分析图 点选它之后的话 当然我们画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直条图好了 预设直条图按确定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那并且的话 一般习惯马上可以看出 原来7年级升的阻力 一看就知道了 大概快接近60个人 那再来其次是6年级升 40几个人 那一目了然 这样很清楚 当然一般会改这个标题 比如这个是什么 叫年次统计好了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改一下 叫年次的统计好了 然后这个标题改完之后 当然你还可以再调颜色 或者是说可以变更它的大小 这些格式可以自己再变 一般是把它改颜色自放大一些些 然后加个粗题 大概就很清楚了 我们一个简单图表就呈现出来了 那最后的话 那一般习惯 我会把这个枢纽分析表 把它改一个 因为它其实上就是把这边的资料 在右边 帮你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在左边 然后呢 我把这个工作板名称改成叫年次统计好了 OK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又多了一个 我们的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把它做出来绘制 所以请各位试着做做看 刚刚我做的第一个 就是先利用一耳函数 减掉1911 产生年次 再按一下插入枢纽分析表之后 把年次拖拉下来 拖拉到列 拖拉到值 然后按一下这个箭头 值的栏位 这里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把它改成技术 再利用群组 按右键 这边有个所谓的群组 群组里面就输入 50到79 那间隔10 并且把这个结果呢 绘制成图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然后把画面暂停分享一下 OK 试试看 OK OK 谢谢观看